接下来一个重要的讯息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以为COVID很久很久这是人的一个惰性 只要久了你就不恐惧了 你以为它不见了 但是它现在又开始变种 上次的变种是以在印度的XB为主 从那地方传出来变种了好几种 它就比原来的COVID越来越轻不太一样 因为XB它就直接的攻击肺部 最近在中国出现了七株只有七个例子 但是中国的CDC已经不排除它成为未来可能流行的病株 因为它是属于另外一种叫做N1的变异株 而在美国看到了这N1变异株之外 美国发现在当地不管是流感 新冠病毒RSV RSV就是指一种特别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 这些感染疾病正大幅的增加 所以美国的CDC美国疾病管制局 已经呼吁民众赶快再度的接种疫苗 而现在这种疫苗可能要自费 这个包括流感疫苗 包括新的BNT跟Moderna的 这一代的新的最新的 针对最近的变种病毒所产生出来的疫苗 一起 raz说 一台的 我們将想看 一些新的水平 突然 Ali